上次我在地獄探索了一段時間 獲得了玉水裝 我私底下有間歇性玩了一陣 弄了這個雪屋 大概是這樣 在這個雪屋放了一隻雪人 加上一點點綴 所以有了一個唱片機 順便送他一個唱片 掛在牆上 今天我打算去純復一些關於Minecraft裏面的生物 雷浪 例如貓 在單機裏面借自己一個人都頗孤獨 去之前隨地採索一下種子 輕裝上陣向著一個地方出發 鸚骨通常住在叢林 我就看看有沒有不同顏色的鸚骨 我家出面一片叢林連一隻鸚骨一隻動物都沒有 我搜尋了幾分鐘之後都覺得是 應該什麼都沒有了 那我就算了 走了 沒想到鸚骨竟然會在沙漠出現 我真的一點都想不到 純復他幾簡單下的 用了四粒種子他就成功給我純復了 他站在我身上 都幾個一分鸚之 我發現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打開過進度條 而1.21都更新了一些東西 新的進度又來了 聽說Minecraft更新了的是地牢 有一個封 封不知什麼的地牢 然後裡面有一些獎勵 還新增了一把武器叫重鎚 我應該不會連成雙成對這個成就都解不了吧 可惡地又再在Minecraft裡面睡個覺 爬上高處看得遠 看看有沒有第二隻鸚骨 在魚光裡面見到一隻鸚骨 都是同樣的色系 好像它兩個一模一樣樣 誤會了它兩個 他以為我養的那隻是這隻 31粒種子裡面用了16粒種子佔了一半 這隻鸚骨竟然這麼費我的心機 突然間我察覺到一樣東西 殺這隻羊的時候 我就發現右下角為什麼會沒有了這個字幕 原來是這個新版本 我忘了開開字幕 新版本又要設定一些東西 那就忘了 那才是我熟悉的Minecraft 沒有了字幕感覺一點都不習慣 暫時把這兩隻鸚骨放在家裡 帶著它們出去也有點不太方便 這個玻璃我就加多了一個材質 搞到很透明 在這個沙漠暴露之後 就有一片叢林 這片叢林也算幾大片 我覺得鸚骨呢 咦 已經有鸚骨的聲音 嘩 看到這隻是同樣的 不要緊要殺出去 兩隻成雙成對就夠了 不需要你第三隻了 果然打開了這個字幕方便很多 我靠這個字幕都可以判斷哪裏有鸚骨 這次的鸚骨是紅色配藍色 加上一點點黃色 我的形容詞就是這麼豐富 我發現了一個超索的問題 那就是我當這個野貓呢 就是可以順服的 結果 順服不了 OK 沒問題順服不了的話 那我就跟它談判多一下 留些白灰給我 又找多了兩隻不同顏色的鸚骨 一隻藍藍的 全藍的一隻是綠綠的 全綠的 不過它們是越來越難順服 吃完我的種子都還沒得 可以了 在這裏的對岸見到一個蜜蜂鬥 那我就打算去拿走它回家 就等一等 都觀察了幾久了 我就發現好像只有兩隻 我就給它們刷刷一個小蜜蜂 就等得快些 在等待的途中我就搜集一下這個叫牡丹花 我發現好像有一件特別的東西 看來這隻羊好像剛剛香了 它香了證明這裏附近是有狼的存在 那我也蠻期待一下這個狼到底是什麼樣子 因為更新了不同的狼 我都要純服一點點回家 這個狼不是原版的狼 純服它也蠻簡單 骨頭大把 在家裡 那它兩隻又是成雙成對 終於啊終於第二隻蜜蜂一起進來了 那我就可以破壞它拿走它 原來同一個地方竟然有不止同一個品種的狼 這裡還有一個新的狼 純服多一點 又是純服兩隻一起 現在感覺上有個小軍隊在跟著我 這個小狼軍隊也蠻有型 終於找到一隻可以純服的貓 是要村民加上有鐵鋸人在這裡 才會生出一隻可以純服的貓 純服這個貓也是一個折磨人的過程 我以為蹲下它就會過來 但是還是要採取一些強硬的措施 它才可以乖乖折服 第二隻貓也是要採取同樣的措施 走來走去 可以看到我其實都很慌張 水錶說來話它都點不到它 餵不到它 這次來個出奇不易一下就神服了它 原版皮膚的狼一帶神服了它 我現在滑船過河 看它們能不能跟上我的步伐 好好!就算我不下地 它們每個都會傳送過來 話說回來 竟然走回家 我都沒察覺到這裡 竟然是我弄強絲生怪磚的上面 又將這些小伙伴 全部都安在我村民交易場所裡 這裡的交易市集都幾熱鬧一下 那算它們的數目 原來狼通常都有兩至三隻 貓就是一兩隻 鷹母都是一至兩隻 我忘記了青蛙是在紅樹林還是在沼澤才有 我就來紅樹林這裡碰碰運氣 我就沒有找到青蛙 但是兔子有兩隻 他們一起帶回家 咦!不是喔!青蛙竟然在沙漠裡嗎? 在紅樹林外面的沙漠 也算是有了 我拿青蛙的目的 就是看它好像可以殺了一個屎萊姆 然後拿一個燈 這個也挺有用 到時可以用不同的燈裝飾 就可以裝飾我的場所 裝飾一些地下室之類的東西 如果鎖掉青蛙果然只剩一隻 有一隻附近就通常都有另一隻 接下來是一個漫長而殘酷的運輸過程 這兩隻兔子竟然到平時都很高 但是運送牠們的時候 我真的快要崩潰了 看到牠們這個樣子 加在牠的牆上 我也不知道怎麼搞 如果我沒有耐性 我肯定第一時間 跟牠們理論一下 途中又找到兩隻海龜 又和我生了幾顆蛋 我有時打算和這些烏龜 做一個海灘的生態圈 但我很久都沒有實現到這個想法 海豚是我們的好伙伴 我就找牠們加速一下 沒想到這些繩子竟然沒有斷 牠們竟然跟得上我的步伐 旅途上崎嶇不斷 經常有斷繩子的狀態 追牠們就瘋了 牠們有時會無端發洩上我的船 弄到又斷了幾條繩子 睡多個覺舒緩一下疲倦的身軀 順便探索一下沉了的船 看看有什麼寶藏 來到這個竹林 果然沒有令我失望 裡面是一隻熊貓也沒有 防船而不是我上先的情況 已經發生了無數次 不過我最終決定用船運的方式 把牠們運回家 因為這個方法實在舒服很多 又拐走了兩隻蜜蜂 跟我一起回家 又多了幾個旅途上的夥伴 裡面有個守衛塔 這個是誰呢 看看裡面有個月靈 這裡竟然是掠奪者的守衛塔 我自不然成為了群藕的對象 逃到上面 我就拿一拿寶箱 再去找找這個月靈 因為我都沒試過純服這個月靈 帶走回家 跟牠們撫戰到天亮 我發現這個月靈竟然會吃了我的裝備 在那一刻起 我就處於一檸檬的狀態 完全不知為什麼在搞什麼 回某一項 原來後面是有個偷襲仔 我就成全了牠一命 沒想到月靈這個小小的東西 連我的斧頭都拿得起來 它弄到我的顏面盡失 被人打到卑躬屈室 終於幾經波折 我就帶回牠們出來 牠們四個一個不漏的拿出來 正當我以為 將牠們四個一起綁上這個木山難度之後 好了 將牠們這群反骨仔 就由水路運輸回家 這個過程也是很漫長的 終於在不知我走了多久 我就看到我家的圍牆 回到我家了 我又要把牠們安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 下船的時候 我發現又不見了幾隻 原來牠們全部都去了我的船 我在這裡就不應該放三架船 終於可以把牠們綁回家了 接著 這個月靈又偷了我的斧頭 還要被這個兔子找到轉轉 在追逐的時候 不知配牠又走了一隻月靈 幸好沒有不見 月靈不見了我也不知道在哪裡找回 可善綁回牠們在一個合適的位置 今天的漸河終於結束了 好 忙了一天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